來 各位來到了這集我最喜歡的一part 黃金卡里卡里 極輪板手 嗨 大家好 歡迎收看 超文燈少年 今天我們要給大家看 日本製霸之手工具 各位朋友 在這支影片開始之前 請先支開你的另一半 我們一開始就先拿出一個簡單的極輪板手 來給大家見識見識 什麼樣叫厲害的手工具 你是戴錯手套嗎 沒有 等一下我拿出來你就知道 大家有看過卡里卡里吧 這種的卡里卡里 你一輩子應該都沒見過吧 我們要介紹一下 你知道這個漆漆的工藝 跟我們一般噴漆是不一樣的 它這個的過程是非常複雜跟反復的 大家一支要多少錢嗎 3萬 它這支是無價的 是它60週年的時候唯一的一支 但是它其他的買得到 大概是20幾萬到40幾萬的日曆 那可以吧 我們其實手頭還有7支 這個我們如果有一天 酒面要來拍最奢華的工具 跟最平價的工具的話 我們再來拍幾個給大家看 好 酒面老闆我希望你會喜歡 是的這集我們要跟大家介紹的就是 KTC Kyoto Tour Company 京都機械 京都非常值得大家去 它就像是以前你想像中的日本幕府時代 就是非常具有文化的地方很漂亮 而且在那個環境下你真的會感受到一個文化的素養 其實KTC呢它其實就是 京都的文化加上工業再加上歷史 一個很厲害的工具 大家或許對KTC這個手工具不是很熟 我講一個厲害的大家應該就會了解 Toyota聽過了吧 豐田一般的平民老百姓 大家會用一種便宜平民的廉價車去想它 但是也不知道 它是一個全世界最大的汽車產業 豐田的企業管理跟豐田的機械 它其實是一個 你可能要寫100個論文 你都寫不完的一個很極致的工具 有機會我們再介紹給大家 而Toyota呢它整個汽車生產鏈 它所提供的手工具 其實就是KTC 1950年呢 其實KTC就來自於這個 具有文化背景的日本進度 然後到1966年的時候呢 其實豐田也就是Toyota 他們把整個汽車生產鏈的供應 就是所使用的工具 全部都指定使用KTC 1995年的時候呢 其實他們就出了一個叫Nepro系列 Nepro你知道嗎 Nepro你知道Hippo嗎 Hippo是嗎 我罵 我看 想哪裡去 而到了2000年的時候 這間企業它喊出一句 非常極致厲害的話 就是我們要打造出 使用100年的手工具 那你知道為什麼以前 汽車不是都有水車工具包嗎 大家以前在我們爸那個年代的時候 或者是我以前第一次 買第一台二手車的時候 不是上面都會有一些手工具包 然後如果你是Toyota系列的車 那上面就會打KTC 那你知道為什麼現在沒有嗎 為什麼呢 人家看不起你 就算他給我 就算我給你你也不會用 你看你現在你掉下來你會怎樣 報物救援 對嘛 因為台灣太方便了嘛 所以你摩托車壞掉 你可能就牽到機車行 然後就有人幫你修嘛 汽車壞掉你就叫拖掉 要拖到汽車修配場對不對 然後人家幫你修 你不會 人家幫你修 你還是人家貴 你看你是不是很賤 回到KTC 首先我還是先拿出一般家庭使用 最平民的螺絲起子來給大家看好了 這是KTC的螺絲起子 這個有木頭的 有軟素質的 手榴彈式的 抓起來會比較好抓的 然後還有最一般的素質式的 那你知道為什麼 在工具裡面要分 木頭的硬素質的 軟素質的 金屬的嗎 我是個質感的人 不是 這是粗俗的狹吧 如果你的今天的工具 是在極地的地方使用 你知道那個手拿著清除工具 你就會被凍傷了 你知道嗎 所以為什麼老外的工具都又大又粗 不是因為它本來就又大又粗 所以它用的又大又粗 你有用過 請解釋 我是沒有用過 我有用過 但是我在那邊就了解為什麼 在有些極地環境下 你必須要用一些木頭 去包裹你的工具 你的手指的靈敏度 沒辦法像戴這種綿手套一樣這麼好 所以它的工具要做大 它的很多的角度要做大 但是呢 日本的工具呢 它其實就像是日本的車子一樣 就是它是用一種 小巧 精緻 完美的人體工具 坦白說 相較起來 它是一個比較適合 東方人手擋的大小 這個手軟式的 我們以前用過 你常常會用一些工具的時候 會有油 因為油脂會容易滑 就像一般的這種素質 你有油一定會滑到亂七八糟 你脫掉手套用手 那手又弄髒 像這種手榴彈式的 就是你才能夠真正在轉螺絲的時候 它能夠防止你工具上面 或機械上面的油 然後去影響到你的手感 那你知道為什麼 這個木頭的 這個 要做成六角形的嗎 好喔 好看 造型 不一樣 它們都擁有了這些特色 但是重點是 你在鎖的時候有沒有 不是一般我們都會放桌上嗎 有沒有 好看 不是 它不會滾 喔 你還記得以前有一些比較爛的 來個爛工具 我們這裡沒有爛工具 就是 你有時候你從一轉到外面 它會這樣子有沒有 你以後會咄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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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咄 一直滾滾滾 那一般人在使用或是做水電的時候 你知道那個滾滾滾 有時候音加上滾下去 靠你是會打死人的 所以你看 好看又有兼具功能 好下一個 接下來這個 看起來有沒有像是 救生逃難用的 這個呢 我敢跟大家預測 在五年內喔 台灣一定會出現 修電車而出事的新聞 現在大家知道 電車普及了嘛 放電量越來越大 摩托車 汽車 連大型的大洞交通工具都要慢慢變成電車 你到現在因為修保養都時間很長嘛 所以大家要斬電嘛 然後所以就是坦白講那個 那個品質啊 因為維修的需求多了 所以開始使用維修的店家也多了 在業界的朋友 相信你如果是在修電車 很多人都會用絕緣手套 或是手套戴兩層 先戴個防穿刺 再戴一個絕緣向上手套 我跟你講那又是不對的 大家注意聽喔 其實只要小小的電解通過你的身體 刺激到你的心臟 你就直接隔屁在這裡 等到這個新聞出現的時候 我相信大家可以再回來 看我的預言是不是準確 而KTC呢 預言了這件事 不是預言 而是在德國的電車跟國外的電車 他們其實發展的比台灣更快 大家可以看它裡面這個紅色跟黃色的橡膠 那其實就是能夠幫助你去承受1000伏特的電 那它為什麼要做成紅色跟黃色呢 重點來囉 它這個有包兩層 所以當你的外面的紅色落落到出現黃色的時候 它就會建議你要更換使用 而大家知道為什麼 KTC它是在F1啊 或者是MOTO GP啊 或者是在一些大型的比賽 日本車商他們指定所使用的鎖工具品牌 因為假設今天這個電車 你要鎖的這個螺絲在非常的下面 你可能手進去手手手手手手的時候套桶會掉 所以他們這邊有附一個鎖 在他們的梯桿的下面或延長桿的下面呢 都會有一個鎖的螺絲 當你把這個梯桿挪緊的時候呢 它裡面會有一個凸出來的小鋼球 就會滴出來 它就不會掉 它就是怕防止你在做一些比較長 或者是你在操作一些工具的話 像是捷運頭 像是我們之前拍過的輕軌 整車都帶電嘛 你不会因为一个套筒掉下去 靠 下去剪可能会被垫死 但你不剪你会被骂 所以就危险了 公安 大家知道锁螺丝有一个很重要的诀窍吗 就是有一个3比7 就是3是转 7是往下压 像因为我们是老江湖了 所以我们的手其实很稳 就是在锁这样子螺丝的时候都没什么问题 但是螺丝一开始呢 你在对这样子的螺丝 熟练度还没有这么好的时候呢 其实你可以用你的手指 扶住这个地方 扶住中间段 为什么勒 你可以这样子很长的距离嘛 所以你这边如果弯掉的时候 你的这个会滑掉的角度就很大 所以如果你可以用一只手指去扶住这个 一只手撑住你的弓箭 然后去这样子锁 它就会很稳 另外就是你的手 重点是要向下压 不是重点花在旋转 尤其是拆螺丝 拧螺丝的时候都是一样的 太多的力量你是用在转 你螺丝很容易崩压 那如果你要处理快崩掉的螺丝的时候勒 你的压的力量你可以压到8 或甚至压到9 就是宁愿很小的旋转 但是你一定要全身像沉住身体 用力这样往下移 就是不要让它再滑掉 把你上面的牙蹦掉 蹦牙的处理 我也算是老降虎了 这个有机会可以再拍截给大家看 绝缘工具讲完了 我们来介绍高级的NAPRO工具吧 你们想要先看金色的还是想先看银色的 银色 银色 银色喔 你们不先看金色吗 银色 好 看 介绍看 好 我们先看银色的 NAPRO 就是他们在汽车GP或F1里面会使用的手工具 NAPRO 如果有对我们IG的朋友们看到我们的限时动态 应该已经早早发现了 这个就是 NAPRO鞋 他们这个有非常多种组合 有居家用的 你在家里面的螺丝起子 十字 一字 就是一般修水电就可以全部通用的工具 也有做汽车用的 机车用的 所以呢 它里面配的这些模组它会不太一样的一点 然后它这些你也可以自己拿起来 然后去换你喜欢的位置 那这些空格呢 就是像有一些套筒 或有一些工种 大家会使用一些特规嘛 那你就可以把你自己另外买的 或者是一些比较大的 更大支的 更小的 那把它放在里面 用完 盖进去 扣起来 就收好 Tier就收 就是这么假的 这个NAPRO的工具呢 它的工具本身有分银色的跟金色的 那它的外盒呢 有分很多种漂亮的颜色 红把的 铁灰色 这个比较清明居家一点的 鵝黄色 这样多少钱 来 请见价 来 请问 一个MOTO GP F1赛车 所指定使用的手工具 请问一箱大概多少钱 2万 2万 欸 其实 到底多少钱 大概5万多块 就是大家杀价个名本事啦 大家要赚钱嘛 五金行也要赚钱嘛 最近日币应该是不错 不然有本事 你自己飞去日本买啦 日本的网站上也差不多卖 16万到20万 对 看你怎么配 它其实有不同样的搭配组合 跟证一下 包含这个箱子 EVA 然后再加上这个工具 你知道 为什么贵 你拿一个扳手你就知道了 你有觉得不一样吗 你说不一样吗 它看起来很干净啊 好 看来是你平常没有拿工具的人 是 都是我爸在这 来 来 你拿看看 它外面有一层胶是不是 好像比较沉 你们都没摸出它最大的差异 超薄 而且轻到诡异 主要是它的厚度很惊人 那因为KDC他们 京都机械 他们其实大部分的工具 是日本式的 但是NAPRO一定是完全日本制造 他们就像刚刚那个电车的那种 因为要符合欧洲规则 所以就干脆德国制 你只要拿到的是旁边这边有磕这个 NAPRO 这个系列的就是绝对就是完全日本制 这个我敢跟大家保证 只要你是一个会修车会用机械的人 你一拿你就知道它为什么贵 真的 真的 不是 不行 我这个缺一个就都不行 你知道这个有EVA的盒子就是 当你的工具不见的时候 你就会 翻掉 你很痛苦 不过这个也是在日本他们 像是丰田管理 或者是在日本工业里面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系统化 我从三年前开始做超认真的时候 就一直在跟频道的大家 很强调一件事 就是什么东西最贵 你的时间最贵 什么东西最重要 就是你的工作系统就是最重要的 也就是说为什么工具要上墙 为什么工具要像EVA一样 每个盒子收起来 是因为你不用花很多时间在那边找工具 好啦 银色的讲完了 我们来看金色的 来 各位来到了这集我最喜欢的一part 黄金卡里卡里吉伦板手 哇 这个闪耀杆 光你拿出来的时候 你旁边的师傅都为你而羡慕 还有 我先拿一个简单的下下大家 你知道它里面有一处一个非常经典的尺寸 另外很可爱 小小的一只 也是卡里卡里吉伦板手 大家知道为什么吉伦板手叫卡里卡里吗 因为卡里卡里 你来转的时候会有这个声音 跟你讲个KTC厉害的地方 它全部转一圈360度 会有90升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每4度就一站 因为尤其你在从事赛车 而Napro系列它其实就是 否这一种就是赛车专用 你的那个精度差一点点 那个扭力值差一点点 那个手感差一点点 非常的重要 我们现在就像是在那个 猪瓦链专柜一样 我们来为大家展示一下 这个一般居家专用的系列组 它有附一个 跟我们超认真兄弟茶一样的贴纸 表示我们的周围商品贴纸 跟Napro等级也是差不多的 我觉得这个真的超适合 当如果今天各位师傅你的徒弟 结婚生子生了小孩 拿这个一组去他们家送给他的时候 这不仅仅是你对于工业机械的尊重与尊敬 更代表着工具其实比你老婆重要了 我还是要强调 它不是这个虚滑的外表 因为KDC的Napro系列 它之所以可以坐到这么高的位置 是因为你知道它的硬力的设计啊 就是在每一个尺的每一个角度 我所用过的手工具里面 KDC基本上是他妈最准的 当你拿着17号套进去那个螺丝 他妈有间隙的时候 一定是螺丝的问题 一定是他的问题 赫龟你还记得吧 记得啊 大概是那个契鹅牌的那个 我们讲尺的那个等级 就是他们是那个label的 而且你知道日本的经营之父 道圣佛书 他有出过一本很经典的书 为什么经典呢 因为他在书里面的第二章 他就说认真是不够的 人生要超认真 真的 真的我被胡乱 最有趣的是 这个日本的企业经营之圣呢 以前年轻的时候 他经过KDC 因为想说我的企业我的公司 有一天你能够想要像KDC一样 这么样的好大 想不到他现在更大 那本书很有趣 是网友贴给我们的 我发誓我真的私底下没看过 应该是我们先做了这个品牌 他们才出那本书的 对 打操我 你知道为什么他们要做金色吗 我们再先开下一箱 再同时跟大家讲 刚刚是单支的吉文板手 来 吉文板手的 综合组 这个拿起来如此炫炮 它呢当然不是就只有黄金色这样子的虚化 其实它有一个重点就是 它是 增空离子镀 超难镀的一种电镀 我们虽然还没拍到电镀 但是或许在 之后拍到电镀的那一集之后 我们再回头看到这个手工具 就可以知道它多变态啦 好 黑炸 增空离子镀呢 跟这个手工具困难的镀法呢 就是会先镀两层镍 再镀一层个 然后呢 最后镀的那一层 叫做IP-GOLD 它这个连这个按钮的这个很细微的这个 我们在用卡丁卡丁的时候不是会有一个 去解放它这个钢珠的这一段吗 这个都是镀的 如果用那个美食节目的那种形容词 它的反馈感跟共鸣很强 有的时候我们老师傅在锁东西的时候 会这样子用手转嘛 在一些比较不好的角度 然后之后就是才会这样子开嘛 我说的反馈感呢 是你在前面打一下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你手的这个地方的震动 吉他共鸣你懂吗 我们常常会操作的时候 我们是不看的 或者是我们是手转在下面这样转的 它的手感的震动感真的很酷 当然除了很炫之外 其实金色还有个好处啦 就是你在一些比较暗的地方 或者是你在一些比较极端的环境下工作 你比较不容易不见 其实看工具有的时候 你就可以判断一个 师傅厉不厉害 我当然这个浮夸了一点啦 我必须承认这个有点浮夸 但是因为我的工作常常会 要跟不一样的工种 不一样的做工的朋友们一起合作 你一定会有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 我们通常去判断这个 它的Label 或者是判断它的厉不厉害 除了年纪跟长相之外 其实工具就是一个很好判断的 就是判断说它的工具保养的怎么样啊 它使用的是哪一些的工具啊 来 这个就是综合版啦 就跟前面的 有没有 吉伦版手 这就是家庭式使用 这基本上你在家里面所拆到的12号14号 它连特规也有耶 来 我又发现一个小细节了 它的套筒 它上面有一层黑色的橡胶 它这个黑色的橡胶就是 可以帮助你刚刚在做那个动作 旋转那个手的动作的时候 就是不会滑 所以就是你在炫的时候 就是它能够帮助你手套的直滑 还有跟你的手指的那个感觉 手感很细腻 我们常常讲说一个好的工具 跟一个很好的你的工作伙伴 重点是什么 细腻 所以各位朋友 不要再以为就是做工业做手工具的人 都当当就就的好像没什么一样 其实是 你不懂品味啊 你舍不得花啊 吉开蕊 夜西干的屋啊 你的工作有效率 或者是你制作起来的速度能够更快 其实那个才是工具帮助你最大的地方 你知道一个吉文班首这个大概多少钱吗 8000 等一下你制作正常的吉文班首多少钱吗 知道 你看 问 来你们猜 这一组现在大概多少钱 1万台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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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万5台币 1万5台币 我可以卖你 我会赚一张 这个大概现在日币便宜嘛 5到1万块 大概8、9千块 可以耶 再来猜一个这个 这个很经典的这个小小支的这样子 7千 好 一盒就1万 刚一盒不到1万哦 再想想 3千 哇你也落差太大了 其实差不多1万块日币 现在日币24年来最低点啊 他们很有良心啊 他们就是大概就是日本行路上大概多少钱 也没有就是来台湾马两倍价的那种 那我们就买一支来送给我们会员啦 哦 各位朋友 欢迎加入我们的会员频道 你除了可以看到我们隐藏版的 就是超温真的影片之外 你还可以常常得到一些莫名其妙的小东西哦 来抱起来 来各位玩重机的朋友们 这个重机组大概多少钱呢 你还记得你上次重机包了多少钱吗 有点贵啊 你要重机换个手把大概多少钱 1万几条 1万几条 这么贵啊 重机也开玩笑了 他买重机我送他两条轮胎 你知道多少钱吗 这超贵耶 各位在看那个摩托车比赛 我们看到那个Suzuki 外面有没有贴一条这样子 红色白色的字 KTC那个NEPRO系列驾驶过的 比你包养还便宜啊 大概2万块吧 差不多 就差不多在2万块 你自己去跟一家附近的五金行杀架 如果你跟我们一样是喜欢模组化的 然后这边还有一台小车 像这个 这个老板你就先帮我都包回去了 它们一样是有盒装组合的 你看看吧 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怪 为什么它的EVA有一些是空壳的 它不是被干走啊 它没有出其他角度的板手 像这样你曾经买过它们产品的 就可以把它一样放到这个工具盒里面 不过呢各位不用担心它是黄金色的 所以就不太敢用 因为它上面是真空离子镀 那个IPGO是基本上你用手是怎么刮我刮不出来的 所以真心的推荐大家可以买一盒拿来当传家吧 或者是呢 你在结婚喔 还是你要入罪的时候 那个婚礼12礼 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 其实啊我们还有几支很厉害的板手 有日本工艺七夕大师做出来的那个超漂亮 春夏秋冬 还没运来台湾 有机会的话我们再开机给大家看 可是到时候我们早准备开机 工业奢华队员 我什么咖啊 这集呢也特别的感谢上司 我们在千金拍摄的时候的其中一站 德貌公司 各位在影片当中 你有觉得有什么东西有兴趣的 有什么东西特别想要知道的 都可以在留言的下面告诉我们 那我们都会去回馈大家的反应 好那我们最后就在Bibb的路上 给大家看看很特别的工具收藏方法 如果你喜欢这影片请按喜欢 那我们下期再见咯 这个我自己也超喜欢的 这个我自己也超喜欢的 有没有看到这个开法 旁边还有这个 KTC的 放一个小东西 磁吸 下班锁起来 舒服 这个也是工具脚 手工制作的 没有五金零件 没有滑轨 你看它的沟槽 做得超顺 这个要马赛克 真是厉害的 这个有机会我们再 可以再补一起给大家看 然后它们的小车子 它们的小车子都可以定做 然后这个呢 是可以两面都可以拿的 也就是这边 你打开 可以拿这一面 但是你在对面的这个人 如果他今天还懒惰的话 他可以从这边拿 这个侧面 这就是模组化的 你可以自己组 你自己喜欢的样子 你知道在日本就是会有一些 KTC的始终粉丝 然后就他们有出自己的工作服 袋子 小提袋 还有这个 京都机械工具诸事会社 活动的 我们把它收拆 然后打开 这边有一个卡扣 两边这边有一个卡扣 关起来要这样宽 从中间关起来 把这个锁起来 厉害喔 所以刚刚的这个工具车 这个你可以升降 打开 完美的 原木 完美的 舒适感 这个应该强迫准的人 会很喜欢 诶 哪里加一支 太硬 好 放下去 世界都和别人起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